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亚洲一户普通的华人家庭里 您常常能看到这样的景象 一个十来岁的女孩 当她在写作业的时候 旁边的电脑总是开着 电脑屏幕的视频窗口里 模模糊糊能看到 有一个女人正在床上 憨然如睡 房间的主人 就是照片上的那个女孩 名叫白浪 而在视频里睡觉的那个人 就是她旁边的那个女人 是她的妈妈 她的妈妈可不简单 她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我国女牌黄金时期的代表人物 著名的铁狼筒 狼平 而狼平母女 之所以出现上述奇怪的行为 也是无可奈何 1992年 早已定居美国的狼平 生下了女儿白浪 自从女儿出生后 狼平因为工作忙碌 满世界的奔波 有的时候 狼平的工作地点 会和女儿相隔半个地球 母女俩常常只能隔着一台 小小的电脑取得联系 有时候狼平因为工作疲惫 需要午睡 白浪则要求妈妈 不要关掉电脑 因为她可以边写作业 边看着妈妈 那个时候 小小的白浪实在是想不明白 母亲为什么总是要选择 那么遥远的地方去工作 面对女儿的疑惑 狼平满腹心酸 因为这样到处奔波的日子 并非如她所愿 而是身不由己 其实狼平曾经过过一段 安逸的生活 这是狼平一家三口的合影 合影中的三个人 笑容甜蜜 那时早已经退了役的狼平 和丈夫白帆来到了美国 过上了一种相对平静的生活 1992年5月27号 狼平和白帆的女儿白浪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 一家医院里出生 狼平给女儿取名白浪 浪代表浪花 也是狼平名字中 浪字的谐音 白浪的到来 让狼平沉浸在 初为人母的喜悦之中 她甚至还憧憬着 第二个孩子的到来 可是不久 这个美好的愿望 就被现实打破了 白浪出生后不久 也就是在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上 发生了这样的一幕 这是中国女排在小组赛上 刚刚结束与巴西队的比赛 此时 姑娘们的眼泪是苦涩的 因为这场比赛 她们输了 这也就意味着 在奥运会上 中国女排将无言四强 这令女排的气势严重受挫 这一幕令狼平久久难以平静 因为在狼平的心中 中国女排一直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曾经狼平还是个运动员的时候 中国女排是战无不胜的 从1981年开始 中国女排便称乏于世界各项顶级赛事 开启了中国女排的五连贯时代 那是中国女排的黄金时期 无论大交比赛只要是中国女排一上场 她们就是观众心中的冠军 五连贯过后 中国女排的成绩有所下滑 但是在重大比赛中也是能拿到奖牌的 这一次的巴塞罗那奥运会 中国女排本是奔着金牌去的 可是他们却栽了一个根头 仅仅屈居第七 当狼平得知这一幕时 还在月子中的她开始坐卧不安 她急切地希望自己能为女排做点什么 可是远在美国的她还在坐月子 嗷嗷待哺的女儿需要她照顾 狼平实在是无能为力 只能电话告诉在北京的父亲 替自己去机场迎接女排队员 告诉他们来日方长 鼓励他们要震 两年以后也就是1994年 狼平的女儿白浪已经从墙堡中的婴儿 长成一鸦血雨的两岁孩童了 可是中国女排仍然没有从巴塞罗那奥运会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 这一年 中国女排在世锦赛上只得了第八名 甚至连亚运会的冠军都丢了 整个女排进入了低迷气 就在这个时候 狼平接到了中国排协的电话 要她抽空回趟北京 有事要商量 1994年11月 狼平回到了北京 一到北京 一个人便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一见面 这个人就极力劝说狼平回国 做中国女排的总教练 出现在狼平面前的 就是照片上的这个人 袁北民 对狼平来说 袁北民对她的排球事业 有着重要的意义 日本人一团不到位 各方位的强攻 都内在组织板击 狼平把球打上了 她真高兴 1981年 我的铁狼头一锤一个雷铁 从此 铁狼头成为了女排精神的代名词 激励了一代国人 中国女排五连贯的辉煌过后 袁北民看到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队伍一蹶不振 心痛不已 谁能让女排重整旗鼓呢 袁北民和所有人一样 首先想到的便是激励了一代国人的铁狼头 狼平 狼平看到恩师袁北民亲自出面 邀请自己出山 有些出乎意料 因为在狼平的心中 袁北民一般是不愿意求人的 况且还是来求自己的队员 可是面对恩师的热切期待 狼平却没有答应 原因就在这张照片上 如果那时候狼平选择回国执教 首先就必须要抛下只有两三岁的女儿 而更要命的是除了嗷嗷待哺的女儿 这个时候狼平的婚姻也出现了笨 曾经狼平和白帆是一对恩爱夫妻 1986年狼平从国家队退役后 两个人便领证结了婚 那时狼平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英文 两个人原本只打算在国内过一段平静的生活 可是狼平却逐渐发现 在国内这样的日子根本实现不了 一天狼平和白帆一块去看电影 为了怕观众认出来 特意是迟到了几分钟 哪知道他们还没坐稳 就有观众往这边看了 夫妻俩个子实在太高了 太乍眼 有人一眼就认出了狼平 结果电影院的人都不看电影了 都来看狼平了 最后狼平和白帆实在是受不了 找着四面八方行来的注目里 不得不离开了影院 狼平逐渐意识到 自己要想过一个普通女人的生活 只得选择离开她的故土 到一个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地方 1987年 退役后的狼平为了更好的学习文化知识 也为了寻找一个安静的生活环境 他争取到了北京师范大学 公派自费的名额 准备借此机会出国走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89年9月 狼平去往意大利贾A排球俱乐部摩德纳对作主力 这是狼平第一次为钱而打球 但是报酬确实是丰厚的 狼平不仅可以象征性的付给朋友一些房租 还留下点赋予钱给自己租房子住 当狼平的年龄不再允许他做运动员时 狼平又在世界各地的俱乐部做排球教练 就这样经过七年的奋斗 狼平夫妇终于在美国立足脚跟 有了车和房子 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然而这对患难夫妻却在生活不如正轨之时 抵不过七年之痒 感情出现了裂痕 那个时候狼平的心里是一团乱麻 就好像是这屋里被扔得到处都是的电船一样 在这些电船中有一些是他协议离婚的材料 还有一些是中国排球协会给他发来的邀请函 那个时候外界并不清楚狼平所面临的困境 排球协会迫切地希望狼平能回国指教 带领女排重回巅峰 但却迟迟等不到狼平的回复 于是排球协会就一直不停地给他发电船来劝说狼平 可这个时候的狼平已经被家事弄得焦头烂合 他的婚姻已经破裂 他的女儿才刚刚两岁 所以他真的没有心情好好地去考虑一下回国指教的事情 所以他一直没有给排协方面一个肯定的答复 一天 狼平正在翻看新收到的电船 看着看着 其中的一封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上面的一句话让他反复看了好几遍 上面写着 狼平 祖国真的需要你 看到这句话 狼平的内心被一种很熟悉的情感深深地打动 1981年女排世界杯 中国女排获得了她们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中国女排的这个世界冠军 让整个中国都沸腾了 在这之后 女排姑娘的事迹传遍了中国 受到这种拼搏精神的鼓励 他们打出了团结起来震惊中华的口号 中国女排的崛起 给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争了一口气 也激励了一代国人奋发图强 而蛮长舞中的五星红旗 熊壮的国歌 至今回想起来 狼平依旧激动不已 自从退役以来 狼平极力想退去铁榔头的光环 做一个普通人 可是面对此时女排出现的困境 狼平不得不承认 自己虽然有一大堆的麻烦是要处理 可内心依旧放不下中国女排 尤其当有人代表国家对自己说 国家需要你时 狼平再也无法无动于衷 在狼平看到了这封国家需要你的电传之后 他终于是下定了决心接受了排鞋的邀请 他放下了对女儿的万般不舍 抓紧时间办理了离婚手续 狠狠心把女儿交给了白帆 就这样狼平一个人回到了故土 1995年2月15日晚上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 狼平回到了北京 一下飞机 国人的热情出乎了狼平的意料 此次回国 狼平特意告诉体委和家人不要声张 可是 记者们还是知道了这个消息 早早的在机场等候 在很多人看来 铁狼头回国了 中国女排有了精神支柱 离东山再起的时间不远了 国人的期望给狼平带来了很多感动 可是凭借以往的经历 狼平甚至 国人的这种期待意味着什么 这是1985年女排世界杯 中国女排与古花女排的交锋 这是一场关系着中国女排能否实现 四连贯的关键比赛 此时狼平即将退役 中国女排正面临心老更替 成绩不稳定 但是 古巴女排已经逐渐崛起 这场球赛格外引人注意 但是 就在比赛进行到第四局时 人们发现 狼平标志性的扣杀减少了 这不是狼平改变了策略 而是因为古巴队实力强大 比赛太过艰难 达到最后 他实在是没力气了 但是 他记得 在比赛前 一封观众来信中 有这样一句话 狼平 中国女排能否实现四连贯 就看你 我自己不猜 如果你们会死呀 我同时 你不会想要 尤其是 温兴趣来你 那大人 有这个厉害 体交友 我找到 这个地方 福利 家 逢 我们 祝福 看看 我们 公平 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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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郎平和女儿白浪 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时候的照片 照片里四岁的白浪紧紧搂住妈妈的脖子 一副生怕妈妈要离开的样子 在郎平指教中国队的时候 前夫白帆把女儿照顾得很好 尽到了一个做爸爸的责任 可作为母亲 郎平却很少有时间去看望女儿 她深深的为自己的失职懊恼不已 在白浪还小的时候 郎平每次离开她 白浪总是会满不在乎的跟郎平挥手说再见 可当白浪出见懂事了 每次郎平和白浪道别的时候 白浪总是一副眼泪汪汪的样子 这样郎平更加前肠挂肚了 为了和女儿多联系 郎平只能是一有空就给女儿打电话 那边白浪一拿起电话 那和郎平是有说不完的事 一会儿说说和小朋友之间发生的事情 一会儿又给郎平唱新学的歌 白浪并不知道 妈妈打的是昂贵的岳阳电话 甚至很可能会花掉妈妈一个月的工资 可郎平从来没有打断过女儿 因为她亏欠女儿的太多了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尽力去弥补 有一次白浪生了肺炎 发烧到四十度 电话那头的白浪哭着说想妈妈 可电话这头的郎平却无能为力 他只能不断打电话叮嘱白帆 要让女儿多喝水 多用凉毛巾给女儿降温 此时的郎平心急如焚 只想抛开一切回到女儿身边 可是他不能 中国女排还没有达到理想成绩 他还有责任在身 他只能一边带着对女儿的思念 一边继续在训练场上工作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在美国举行 郎平终于和在美国的女儿见面了 但是女儿的出现只是让忙碌中的郎平稍感安慰 却不能让郎平从高压下走出来 她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甚至威胁到了生命 一天 郎平和队员们正在吃饭 只听着咚的一声 郎平躺在地上晕倒了 因为过度疲劳 郎平长期处在脑缺血的状态 最终引发了昏迷 当队员们把郎平送上救护车之后 昏迷中的郎平仿佛一息听到了一个遥远的声音 从天边传来 那是袁伟明的声音 她不断呼喊着 郎平 你要坚持 你要挺住 这句熟悉的话 让她的意识仿佛回到了那段老女排的岁月 在半梦半醒之间 郎平在心里回应着袁伟明 我知道了 我马上回来 过了一会儿 郎平终于渐渐地醒来了 特别不放心的 我们现在是那个 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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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心的 郎平 你要坚持 因为她的 她的一生啊 都是 都陷给你牌了 是 是这样的 我们都知道 然后您别挤 晕倒的那次 它主要是血缺氧 没有关系的 另外我们那些朋友啊 一些球迷啊 也都来电话 叫郎平好好地来休息 不要老这么疲劳 你们打的这个程度啊 已经很不错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郎平对爱情显得十分谨慎 但是每当郎平被压力困扰的时候 这个成熟稳重的美国男人总能给他关心和安慰 郎平再次坠入了爱河 1996年亚特兰大号运会结束之后 男友希望郎平回美国完婚 可当时中国女排刚刚取得了一点进步 还没有稳定下来 郎平实在不忍心就这么撒手不管 郎平要男友再等两年 等到1998年世锦赛 女排成绩稳定之后再结婚 可哪知道男友无法理解郎平对中国女排的感情 她等不了 两个人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她每日沉浸在女排的工作中 用忙碌的男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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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电话 中国女排走出低谷 郎平终于放心的向牌管中心提出了辞职 收拾行囊 准备回家 郎平本以为 离开中国女排以后 自己终于可以和女儿团聚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自己对中国女排的一种责任 但是拒绝了美国女排的邀请 郎平还是要想办法为女儿赚钱 郎平很想留在美国 留在女儿身边 但是美国没有职业排球联赛 没有俱乐部的教练可以当 在学校里当教练的微薄收入 根本付不起女儿高昂的学费 经济的窘境 让郎平不得不选择再次离开女儿 她再次选择去意大利 1999年 郎平去往意大利发展 做俱乐部教练 每年只有四个月的假期和女儿团圆 年幼的女儿并不能理解 母亲为什么要离自己那么远 白朗甚至对妈妈说 你为什么不去家门口的麦当劳工作呢 一句无稽的童言 如今听起来有些好笑 可对那时的郎平来说 却十分的心酸 时间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流逝 郎平与女儿的距离 却始终隔着半个地球 直到2000年后 中国女排终于再一次迎来了 她的发展巅峰 那时 中国女排不仅在亚运会上 此时 女儿白朗已经13岁了 正是到了青春叛逆期 需要母亲的地方越来越多 她恨不得飞奔到女儿身边去照顾她 但是 郎平自己清楚 自己在国人心中的特殊位置 她如果选择去帮助困境中的美国女排 会不会引起国人的反感 于此 郎平征求了台馆中心很多人的意义 也征求了很多球迷的意义 当他们大部分的人 都支持郎平去美国队当主教练的时候 郎平 这才接受了美国女排的邀请 2005年 郎平正式被聘为美国女排总教练 郎平也终于能有时间 和女儿长时间的相处了 或许是错过了女儿太多的成长片段 郎平发现 女儿一下子长高了不少 她在学校踢足球 打篮球 成为了体育小能手 可是却没有对排球发生兴趣 甚至都不知道妈妈在排球界的名声 这或许是郎平很少跟女儿提起自己的历史的原因 又或许是母女俩 相处的时间太少了 时间转瞬即逝 可一直在外奔波的郎平 却来不及欣赏女儿成长的每一个片段 女儿便要长大了 一天 女儿对郎平说 妈妈 你说我打排球好不好 原来 白浪踢过足球 打过篮球之后 最终发现 自己还是对排球最感兴趣 女儿开始喜欢排球 郎平还是十分欣慰 而更让郎平感到惊喜的 还在后悔 半月份 再来 不及到 整集 都ア直门 少管 或者 老 主 嵛 可是郎平毕竟担任的是 美国国家女排的总教练 奥运会逐渐临近了 他所率领的美国女排和中国女排之间 势必会有一场恶战 2008年8月15号前后 无论是纸媒还是网络媒体 从中央媒体到地方媒体 都在渲染着同一个词 那就是和平大战 这里面的和指的是中国女排的总教练 陈忠和 而平指的是美国女排的总教练 郎平 陈忠和与郎平可谓是老朋友 老搭档 两个人相识于老女排时期 那个时候陈忠和是队里的陪恋 1995年 郎平回国执教时 执意要陈忠和做自己的助教 2001年 陈忠和接过了中国女排总教练的位置 带领中国女排回到了巅峰期 而在2008年8月15日 也就是北京奥运会期间 陈忠和带领的中国女排和郎平带领的美国女排 在小组赛中相遇了 吸引的老搭档老伙计成为了对手 一时间和平大战成为了媒体间最为火热的词汇 我们来看一份当时的报道 这是2008年8月15号的重庆晚报 在报纸的第19版上 有专门对于和平大战的报道 标题是这样的 和平大战注定不平和 下面的两个小标题 谁都不好过 谁都想赢球 您都不用看内容了 就这些个标题 就这些报道 给当完了和平之战 也是营造了一种充满了硝烟的纷纷 不仅仅是这些地方的大爆小爆 在当天的很多网络媒体上 也有不少使用了和平大战不平和这样的标题 大肆的渲染这场比赛 似乎陈忠和率领的中国女排 和郎平率领的美国女排 已经到了剑法奴章的领域 处在风口浪尖的郎平 对这场和平大战 该如何应对呢 那段时间 郎平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了这么一句话 无论中国和美国两支女排比赛的结果如何 我觉得都是中国赢 因为在会场上同时站着两名来自中国的主教练 郎平的话虽然说比较官方 但抑郁道出了真谛 媒体还是拍下了2008年8月15号和平大战的时候 郎平的一些画面 这是美国队以3比2赢得这场比赛后 教练习上郎平的反应 此时的郎平神情淡漠 好像与美国女排队员处在两个世界中 可以想象 在面对中国队时 郎平的心情还是比较复杂的 其实在2008年奥运会的中国女排的状态再度不稳定 只拿了季军 而在世界其他重大项目中 中国女排也告别了冠军的讲台 告别了巅峰 看到中国女排的现状 2009年 郎平合同到期后 选择离开了美国队 离开美国队以后 郎平真的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她回到了女儿身边 当上了一个普通的母亲 她早晨早早起床 为女儿做早饭 等女儿上学了 她再做点家务 那段时间 除非是白浪打比赛 否则郎平不会出现在任何跟排球有关的场合 甚至连观众都拦得当 但是这样没有排球的日子 也只持续了几个月 有一天 中国排协的电话 再次打到了郎平的家 这次来找郎平的是一个叫恒大集团的公司 他们冠名赞助了一支排球队 希望郎平出山为他们做指导 这支排球队 其实是中国第一个职业排球俱乐部 他们指导一直以来 郎平在排球事业中 充当着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他是第一个到外国打职业联赛的中国人 第一个去给国外的国家排球队 当教练的中国人 而每次处在舆论的顶峰时 郎平都能扛入压力 屹立不倒 而中国女排黄金时期的队员 只有郎平还在一线工作 他们希望郎平的能力 精神和那种感为天下先的勇气 能够带动中国排球职业化的发展 有人说郎平是一个很容易被感动 很容易心软的人 果不其然 这一次郎平又被说动了 此次回国与十四年前 也就是1995年那次不安的回国相比 郎平历经了多年风雨 已经十分的泰然自落 此时女儿白浪已经是一名大学生 利用假期白浪会跟着 恒大女排的队员们打球 练球 白浪对排球越来越感兴趣 而且越打越好 成为了美国青年女排的主攻手 郎平在俱乐部执教的压力并不大 假期也比较多 母女俩能够有时间朝夕相处 一起逛街 一起贪心 有一次白浪对郎平说 我们家里太大了 起初郎平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白浪解释说 咱们家里怎么老咱俩 你什么时候结婚呢 其实结婚 郎平并不是没有想过 可是用她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自己整天到处奔波 到处忙碌 谁愿意和这样的人结婚呢 翻开 郎平的自传 我们在书的后半部分 也就是 我是普通的女人 这个章节里 找到里段 郎平的自书 我像所有的女人一样 希望好好工作 更希望工作以后 有一个自己的家 一个温暖的家 家里有丈夫 有孩子在等我 特别是干得很苦很苦的时候 我特别希望 有一个爱我的人来关心我 一起说说话 从郎平这段推心置腹的文字中 我们不难看出 郎平内心深处的渴望 就是做一个普通女人 得到一份普通的爱 郎平曾经说过 她特别羡慕她姐姐的生活 每天下班后 和家人一起做饭 吃饭 日子过得很踏实 但是当青春年少之时 郎平成了铁榔头 就注定了 她不会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2013年4月5日 北京八宝山 一场追悼会正在进行 郎平出现在了悼念队伍中 那天来的 还有袁伟民 孙锦芳 杨夕 张荣芳等等 一众老女派队员 他们来到这里 是为老队员陈昭帝送行的 这天 当他们面对陈昭帝的遗体时 袁伟民对身后的女派队员 说了一句 别掉队 都跟上 别哭 别掉队 都跟上 这句话 是袁伟民曾经带队打比赛时 和队员们常常说的一句话 如今 这句熟悉的口号 再度从袁伟民的口中说起时 却引到郎平在内的 每一个女派队员 气不成声 陈昭帝的趣事 给郎平带来很大的震动 我印象当中就是 陈昭帝是特别的拼命三郎 他给我感觉 他就是八一队 就是解放军 因为我们平时玩啊 什么踢足球 他一定是 你看冲得最快的那种人 特别积极啊 往前冲的人 包括训练 他每一个球 就是决内球 好像都没有希望 他一定要冲出去 去把这个球救回来 我觉得他是 非常非常坚强的人 也是很乐观的 然后我第一次 其实看他 他已经就是 病得挺厉害的 然后说我还说 我昨天晚上看你们 和天津比赛了 你们队要打什么什么什么 我都听傻了 我说 你还看比赛了 哥我看啊 你的比赛我都看了 就是还是那种 这个排队还是那么热爱 陈昭帝的去世 震惊了整个中国女排 不久之后 郎平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2013年4月25日 排馆中心召开媒体发布会 宣布新一届男排女排总教练 郎平的身影 出现在其中 此时 中国女排的状态 仍旧处在低迷气 于是 排馆中心再次邀请郎平出山 对此 郎平和多年前一样 一直持否定态度 因为郎平原本的打算是 与恒大合约一满 自己就可以退休了 可以带着女儿环球旅行 而且自己也50多岁了 感谢一些了 可是就在陈昭帝去世后不久 郎平却改变了主意 他又一次决定 出任中国女排总教练 或许 高地的去世 再次触动了郎平心底里 深埋着的老女排情景 让这个铁郎头 在他53岁的时候 忍受着满身伤病的折磨 再度披挂上阵 挽救中国女排的腿屎 34年前 当我国的体育事业 还在起步中时 中国女排的拼搏精神 铁郎头的精神 激励了一代国人奋发图强 时至今日 郎平还在为排球拼搏着 从18岁进入中国女排国家队开始 到如今的55岁 37年的时间 郎平与中国女排的缘分 难解难分 在家与国之间 他虽然几度归国 几度离开 但是他还是最终一次 又一次的选择了国家 时光仍然 当满载辉煌和荣誉的老女排走入历史之时 郎平仍旧奋战在排球一线 郎平依然是中国女排不可或缺的精神之助 他依然还是当初那个 我们所热爱的铁郎头 如今 在郎平的带领下 中国女排再次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 这个冠军 中国女排 等了11年 可郎平 却从1995年回国执教起 一直等到了现在 等了20年 而在世界杯后 媒体又传出 郎平终于找到知心爱人 即将结婚的消息 事业爱情双丰收 在此 我们衷心祝愿 我们所热爱的铁郎头 幸福 美满